《约书亚记》第三章 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 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 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众,吩咐百姓说 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会 又见祭司立位人台者 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会去 只是你们和约会相离,要量二千轴 不可与约会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 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自节,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骑士 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 你们抬起约会,在百姓前头过去 于是他们抬起约会,在百姓前头走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 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你要吩咐台约会的祭司说 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约书亚说 看啊,普天下主的约会,必在你们前头过去 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 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 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 赫人,西魏人,比利喜人 格加萨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 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会的祭司 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 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 必然断绝,立起成雷 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 台约贵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 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 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圆之地 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雷 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 下流的水,全然断绝 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 台耶和华约会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占领 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 直到国民竞斗过了约旦河